各位好 歡迎各位來到玫瑰同齡演 我不是講錯了 是白症新觀點醫學教育頻道 不好意思 剛才為什麼會突然講到玫瑰同齡演 是因為我們從前兩集 有如這個玫瑰同齡演節目經常扮演的一個劇情 我們再討論一個抗癌奇蹟到底是怎麼發生 我們今天來連續第三集的部分 這是一個新冠病毒在2021年網路上截取的一個新聞 你可以看到在全世界目前已經將近有一千一億人口 罹患過新冠病毒 而且在美國你看這個發生率 節節上 發生人數 感染數節節增加 甚至包括歐洲 巴西 義大利也都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它的致死率也都相當的不算低 大概將近有1%到4%的這個區間的一個致死率 所以我們對於這一兩年來 其實大家還是會飽受新冠病毒的這個威脅 甚至對它有許多的恐懼 然而在新冠病毒肆虐的這個已經一年之後 竟然 醫藥界 醫藥界裡面發生 發出現一個 奇怪的一個 的事件 而且這個事件 似乎對許多人來講是一個 好消息 就是竟然 英國有一位 男子 因為感染新冠病毒以後 他的所謂的 他的核結晶是086 竟然不要而育 好 不要而育的這個狀況 就是他的腫瘤 幾乎是在 影像上的檢查來講是完全消失 這個病人呢 是因為 所謂的感染一些病毒 似乎在我們上期也有討論過 他會去刺激 啟動我們身體裡面的 自然殺手的免疫細胞 跟T細胞的攻擊細胞 來啟動他的免疫力 因為感染病毒 病菌 刺激免疫力 抗癌成功 是不是只有這個 英國的病人 有這個奇蹟 以前有沒有類似的奇蹟呢 我們來看 這是一個剛才講的 就是說這個奇蹟 這個英國病人奇蹟 這個發表的文章當中 這個作者 這個所謂的英國醫師 這個作者 他去搜尋了一些文獻 世界上的文獻 他確實發現到 在2012年 有一個叫 Burkner Burkner這個醫生也報告過 有一個是 弥漫大B細胞 B的一個淋巴瘤的病人 因為同時感染之後 他的 弥漫大B細胞的淋巴瘤 也全部消失了 但是因為當時 並沒有什麼新冠病毒的這件事情 似乎沒有得到很多 所謂的新聞界的關注 然而在醫學界來講 確實有得到一陣子的關注 也就是 趁新 確實曾經有過 另外一個淋巴瘤的病人 因為感染以後 但是不是感染 新冠病毒以後 因為同時感染以後 腫瘤也完全消失了 然而因為感染以後 產生了免疫的刺激 進而讓大家看來成功的案例 不是只有2012年跟2021年報告 這片案例 其實在一百多年前 就有醫學歷史上的記載 有這一類的奇蹟的事件 那我們今天呢 來跟各位探古仿優 來談論這個最早的奇蹟事件 到底是什麼 最早的奇蹟事件的報告者 是叫做1880年 叫威廉布許醫師 威廉布許醫生 曾經在醫療的生涯當中 診治過一個病人 也做過這樣的紀錄 在1880年的秋天 他曾經紀錄過說 他治療過一個德國移民 這個移民的移民子叫Stan 德國移民其實一來找他的時候 他的左臉耳朵的部分 出現了一個紅色的小腫塊 而且逐漸長到成一個雞蛋的大小 1881年的時候 布許醫師 布許醫師就給他進行手術 切除了這個腫瘤 但是不到三個月後 他的臉上又再長出一個 跟戈子蛋大小的腫瘤 布許醫師再次對腫瘤進行接觸手術 然後在定行第二次手術之後的兩年後 Stan這個病人的腫瘤再度復發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惡性腫瘤 而且這次腫瘤呢 是長在佐爾的下方 直徑將近有四英寸半 將近十幾公分的大 看起來像一串葡萄衣 一大串的葡萄 看起來大家可以想像 是多麼可怕的一個腫瘤 這時候呢 布許醫師再次在1884年的6月5號 再做切除 這次的手術呢 因為這個腫瘤實在太大了 他的手術傷口也很大 所以他只好透過皮膚移植 來覆蓋住這個傷口 他試除做了好幾次的皮膚移植 都沒有成功 不得已只能將傷口裸露出來 因為傷口裸露就容易感染 三個月之後呢 布許醫師再對這個病人 後來Stan這個病人的腫瘤又長出來 他再對他做另外一次的腫瘤切除手術 可是這次的腫瘤呢 已經出現了感染 並且有潰瘤的情形 在手術過程中間 他發現這個腫瘤跟頸東方 因為他在左耳下方 跟頸東方很接近 他發現這個腫瘤跟頸東方有相連 所以醫生只能進行部分 腫瘤切除 沒有辦法全部切 因為全部切有生命的危險 但是布許醫生說 覺得這個病人的腫瘤實在太大了 而且沒有切乾淨 應該是無藥可依的 結果布許醫生還是嘗試著說 去洗 雖然這個病人他覺得好像不太樂觀 可是他還是把這個傷口做了皮膚移植 你看這次皮膚移植不僅是失敗 而且還引起了所謂的局部的一個皮膚的感染 而且這皮膚感染是因此感染的情形 就是典型的化膿鏈酒菌 所感染的引起的一個單獨症 所以這病人就開始出現了高燒不對 面部出現紅斑的情形 那就是這病人的單獨 類似的一個單獨 那其實單獨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類似像蜂窩組織的一個表現 它其實是一個皮膚深部的一個細菌的感染 而19世紀當時並沒有抗生素 所以醫生對這類的感染通常束手無策 所以他只能把它隔離起來 所以不許醫生覺得Stand這個病人 得了這個肉瘤 而且一直開刀都開不好 而且這次開刀也沒隔乾淨 而且腫瘤連到大血管上面 傷口又感染 而且是當時沒有辦法 無藥可依的一個單獨的感染 他的腫瘤無藥可依 他的單獨也無藥可依 他就只好把它隔離起來 想看看就只能這樣做這個非常消極的意料動作 結果奇蹟出現了 當這個Stand出現皮膚感染的單獨之後 他的腫瘤就會縮小一次 潰瘤也會隨之快速一合 他感染了幾次的單獨之後 腫瘤竟然完全消失 傷口癒合後只留下了一道健康的疤 在1885年2月後 Stand本來是一個無藥可依 醫生都放棄的病人 竟然可以全副全育的康復出院 這個奇蹟也有沒有跟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英國的病人非常的類似 只是英國病人感染的是有名的新冠病毒 而我們這個Stand 這個1885年這個Stand 這個人感染的是單獨而已 然後布許醫師就把這個東西 留存在他的醫療紀錄之下 這個醫療紀錄如果沒有人把它發揚 發揚光大他永遠就只是一個歷史的紀錄 不會變成現在醫學上 廣為傳送的一個故事 還好布許醫師不僅 雖然並沒有很刻意的發現這件事情 也沒有把這件事情做所謂的思考討論 然而布許醫師雖然有種種的一個 所謂的一些所謂的 一些所謂的美麗的一些遺忘 但是他卻有一個不錯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有一個非常聰明的徒弟 叫做柯利醫師 這柯利醫師其實是一個醫療的鬼才 他很像是我們在日本卡通裡面的 怪醫勤博士 他雖然是個外科醫生 但是他其實非常有創意 非常會思考 重點是他非常懂得挖棒 怎麼說呢 他去把他老師的醫療紀錄翻一翻 發現老師曾經治療過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竟然神奇的腫瘤消失 似乎隱含了一些科學 醫學上的神奇密碼 他也很想要如法炮製的 來做這樣的一個醫療的行為 結果真的有一天 有一個叫做Rola的一個病人 一樣是得了頸部漏流的一個義大利移民 他就想到柯許醫師 他的老師的這一套療法 於是他就想要踹踹看 嘗試這種特殊的療法 在這個當時並沒有方法 好好治療的一種的腫瘤 這個Rola的腫瘤也非常的可怕 他從這個腫瘤 從頸部一直延伸到 長到這個扁桃體 幾乎快要把喉嚨給塞住了 一樣跟剛才 布許醫師治療前面那個病人一樣 其實也是無藥可救 他開刀也開不下來 幾乎生命是不多的情況之下 於是這個所謂的柯理醫師 在徵求這個病人的統一之下 他向他體內注射了化膿性的電球菌 也就是剛剛講的 單獨感染的一個病原菌 由於這個化膿性的電球菌 它有高傳染性 所以他只好先把它隔離起來 因為當時並沒有抗生素 但是讓柯理醫師失望的是 Rola注射細菌之後 反應很微弱 什麼叫反應很微弱 就是沒有出現感染 單獨的那些劇烈的症狀 包括發燒 皮膚紅腫都沒有 儘管如此經過治療一個月以後 就是經過打一個月的這個 所謂的化膿性的鏈球菌治療 扁桃底上的腫瘤還是縮小了 這個療法還是有點珍奇 10月的時候呢 Rola的病情再度惡化 這時候柯理醫生就想 剛他之前的醫療看起來 效果有一些些 但是不理想 是不是因為他打得化膿的細菌 不夠毒 於是他這次跟這個病人說 他想要給他用更強的藥物做治療 更強的病菌做治療 於是在徵求病人的同意之下 柯理醫生就把他這一次 是從歐洲帶回來 治病性更強的化膿性的鏈球菌 打在這個病人身上 結果這次的細菌真的有夠毒 打了之後呢 這個Rola這個病人開始發生 停不住的顫抖 出現噁心 嘔吐 渾身疼痛 發燒到40度的情況 就很像我們現在講的高度的一個感染 重度的感染 敗血症的星星 結果他的這個這個這個 頸部頭部跟臉部都出現紅疹 結果神奇的是 當他出現這些單獨 重度感染的症狀之後的隔一天 他的腫瘤開始化膿縮小 兩週之後 Rola的頸部的腫瘤完全消失 雖然扁桃體上面的腫瘤還在 但是已經縮得非常的小 也就是這一次的病毒 有夠毒 這次的細菌是有夠毒 讓他的腫瘤也消得相當的理想 柯理醫生其實就是 使用複製了他老師的一個經驗 他的老師是因為病人因緣際會 恰巧感染了單獨 那個他老師的病人 因為感染單獨 然後腫瘤消失 而柯理醫生 重新複製這個成功方程式 只是做法不一樣 他把這個肉瘤的病人 他把另外一個肉瘤的病人 身上打上這個細菌 讓他感染這個病菌 因為感染病菌的 第一次感染病菌的 有發的免疫力 沒有發的一些 所謂的抗體能力 並沒有很強 所以腫瘤只有一點點的消失 然後大家 氣而不捨 再接再厲的一個做治療 讓他用更強的細菌 打到這個病人身上 讓這個更強的細菌 誘發出更強的免疫力 果真讓柯理醫生不失所望 這個病人的腫瘤 竟然在兩週之後 完全消失 這也是一個因為 感染病菌刺激免疫力 而感染癌成功的一個奇蹟案例 柯理醫生這樣的一個奇蹟案例 他就不讓他 只沉睡在醫療的紀錄上面 他讓他發表在醫學的期間 甚至這個神奇的刺激 也登上了New York Times 國際的媒體之上 很像我們剛才講的 英國的神奇病人的案例 也廣布於國際的各大媒體 重點是柯理醫生 但物質是醫術精湛 非常會思考 他從時也是個聰明的商業家 他把這個研究成果商品化 發明了一種抗癌的藥物叫做顆粒毒素 也就是從所謂的練球去提煉出 一些顆粒的毒素 甚至在1953年 1950年到1960年代 在全世界是一個很重要的抗癌產品 一直到1970年代 才在美國FDA的這個審批之下 讓他嚇死 因為他並沒有很確切 可以複製的一個抗癌的成績 所以柯理醫生 因為這件事情 也因為他老師的這個神奇的案例 受到了啟發 重點是他讓這個神奇的案例 再度的重新的複製 而且把它登在一些 重要的醫學期間之下 所以柯理醫生的這個 用感染去刺激免疫能力 然後讓免疫能力去撲殺癌細胞的一種想法 後來在我們免疫治療腫瘤當中 被認為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開端鼻祖的一個想法 所以柯理醫生 目前被我們全世界的醫生 尊稱為腫瘤免疫學之父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 希望各位有興趣再聽聽這個奇蹟 後續的一些發展的 各位的觀眾 可以再繼續的觀看本頻道 來看看這個故事 最後的結局到底是什麼 有什麼科學上的一些啟發告訴我們 謝謝各位的觀眾 謝謝 喜歡本頻道的朋友 別忘記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更多癌症治療新知 請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與鼓勵 是我們持續進步的動力 請進步的動力 請進步的動力